同门1号即将在6月初完工 同门部落族人先取得部落会议建立机制 再与乡公所和县政府沟通 共同来为清水吸生态发展来努力 华人县秀人乡同门村有小天祥美称 不过该地长年受到台风雨大雨侵袭 导致遍布造成道路中断以及隧道洞口的坍塌 经过多次强痛人有大量土石丰沛雨量 产生土石崩溜以及土石流 因此在2016年10月连外道路同1号隧道 东侧约30公尺坍塌之后 已经封存了7年至今 预计在5月底6月初完工 所以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游客的管制问题 因为一开放的话 当然我们生怕可能游客会大量的 进到我们清水溪那边去游玩 但是我们目前可能是要 还是要互相去尊重 第一个当然是我们部落的人的声音 我们要听听了 我们也初步也开过会了 我们的部落会议的一些 有关的一些有一些干部 他们说在完工之后 这个完工之后 在如果说通车一次之后 可能会他们讨论的结果 是可能要先暂时 暂缓开放 让务农还是电力公司的 上班人员能够方便的 能够经过那一道民税道 所以他们可能要暂时是不开放的 所以我们要整个我们部落的人 能够在一起开会之后 能够把这个未来的机制 能够打成公司之后 我们可能交给我们的相公手 交给我们县政府来做决定 然后我们尽量的互相尊重 是比较好的 所以我们部落的人生命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不要再面临过气的 像我们在民国几年 好像十年前也是一样 一直为了这个游客的数量太多了 阻塞了我们往山上的一些务农的 还有电力公司的会吵架 而且阻挡了他们上班的时间 而且到山上工作的人 所以我们必须在我们这个部落会议的时候 把这个办法掏出来 给我们部落的人 能够很清楚地来讲一些他们的办法 然后打成公司之后 我讲了在前面说 我们把这个公司交给公司 公司来转达我们的县政府 然后我们再做决定 同伴村长一起去表示 他会做好部落会议 雄像公署和华人县政府的桥梁 来沟通未来开放的机制 同车之后 清水游戏势必也会成为观光客 来这里享受三人预约的好景点 部落命连的就是未来开放的问题 唯有做好沟通的方式 来达成双赢的局面 接着就会让我们收看小伙伴们吧 先来看看小伙伴们吧